一个层次越高的女人,越有这几个好习惯,希望你也有,书上说,人的关系网有时候很有趣,当你在某个低层次上的时候,高层次的人不会将目光主动的望过来,可如果你忽然表现的层次很高,人们的目光就会变得主动。 人心就是这么现实,谁层次高,谁就更受欢迎,看透了这个事实后,很多女人就会开始关注自己的层次,力求将自己的层次提得更高,可是一个女人的层次不是说提高就提高的,女人的层次早已在成长的过程中定了性。 哪有那么容易改变,一个层次越高的女人,越有这几个好习惯,希望你也有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欢迎订阅朱子国学,自信坚韧。 林清玄说,在脆弱中坚强才是真正的强健和坚韧,女人的坚强与柔韧,能让她们轻松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,也能让她们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,只有学会独自面对生活中的挫折, 经历人生的磨难,女人才能从温室中的花朵成为坑枪玫瑰。 杨子琼是华人界知名打女之一,但自从前往好莱坞,她屡屡碰壁,拿不到好剧本,也无法让自己的演技令别人诚服,有的女人内心脆弱,面对屡屡而来的挫折,就会被困难打倒,再也不敢去尝试,但杨子琼却选择默默消化苦果,继续切而不舍地坚持, 这才有机会凭借电影《顺息全宇宙》,窄得影视界的最高奖项,当一个女人坚强又柔韧的时候,命运也会被她的魅力所折服,说话不带情绪, 狼牙榜中的竞飞,就是个很厉害的女人,不管她遇到什么样的事情,都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,喜怒都不表现在脸上。 皇后总是欺负她,她也能云淡风轻地对皇上说,皇后拐束后宫嫔妃,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,后宫的这点小事,不劳皇上操心,也许正是因为她有分寸,越是显得她大方。 懂事,皇上便会觉得,她被皇后欺负了,亏欠了她,皇上自然会更欣赏她,让她以及她的儿子靖王都能得到更多的好处。 层次高的女人,不管遇到什么事,总是能说话不带情绪,女人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情绪,是有诚服的一种表现。 层次高的女人,说话讲道理,对事不对人,说出来的话让人更信服,觉得她更靠谱,拥有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, 层次越高的女人,通常会拥有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心态,就像电视剧《沿袭攻略》中的魏英洛,她出入宫中时处处受欺负,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,而是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,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修行,提高自己的智慧和能力,最终成为了一位聪明,机智,有自信的女子,她不仅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和爱戴,也在宫廷中获得了一席之地。 层次高的女人,活得有目标,活得很坚韧,有着良好的人生态度和心态,她们具备面对挑战和困难的勇气和决心,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,面对困境和挫折,她们不会轻易放弃,而是在每一次的失败和挫折中,寻找到更多的经验和教训, 不断成长和进步,懂得筛选社交圈,层次高的女人,都懂得筛选自己的社交关系和社交圈,懂得去除那些没有必要的社交,也就是所谓的无效社交, 因为无效社交只会耗费一个人更多的精力,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, 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让自己的层次变得越来越高,就要摒弃那些无效社交,留出充分的时间让自己独处思考问题, 而不是像一些层次低的女人一样,做社交的花蝴蝶,看起来圈子很大,实际上发生事情的时候能帮上忙伸出手的人根短没有几个, 平时还为了笼络这些人耗费了不少的精力,何必呢? 善良,三字经中说,人之初,性本善,善良,本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, 但是有的人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,渐渐的丢失了这一良好品质,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,能够秉持出心,关心帮助他人, 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的女性,无疑是当之无愧的高层次女性, 她们用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, 让她们在困境中重新看到了希望, 但高层次的女性懂得善良有耻,忍让有度, 不会没有底线的善良, 因为超越底线的善良,就是对恶的纵容, 毕竟这世上不缺人心不足舌吞向的人, 得寸进尺是他们的本能, 他们让善良的人后悔自己的善良给错, 德国的费希特在《论学者的使命》中说, 并非造福的东西就是善的, 而是只有善的东西才是造福的, 自律,记得村上春树说过, 当自律变成一种本能的习惯, 你就会享受到她的快乐, 自律是一个很好的习惯, 它不仅可以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优秀, 还能带来快乐, 然而真正能够养成自律这个好习惯的女人不多, 很多女人对自己都太宽容, 根本舍不得约束自己的行为, 一个女人连自己的行为都约束不了, 又怎么称得上高层次, 层次高的女人, 从一开始就养成了自律的好习惯, 也正是因为受到了自律的影响, 她才一天比一天更优秀, 保持自律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 但却会让女人受益无穷, 因此, 女人若想提高自己的层次, 养成自律的习惯很有必要, 女人迟早会明白, 只有把自律变成习惯, 自己的层次才会稳步提高, 心态简单, 作家习慕容说, 舍江而过, 芙蓉千朵, 诗也简单, 心也简单, 喧嚣当下, 真正能够拥有心态简单的女人, 就是拥有一颗强大的心, 不仅可以过滤到纷纷扰扰, 更能让内心回归平静, 回归到生活本质, 活得轻松舒适, 心态简单, 不一定是无欲无求, 而是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, 不在物质欲望中迷失, 而是守住当下拥有的一切, 好好珍惜, 努力向上, 若是自己在生活中思虑过度, 也为一点小事就左思右想, 甚至不断埋怨, 否定自己, 只会寝食难安, 整个人在焦虑中也渐渐迷失, 心态复杂, 买身伤痕, 心若简单, 轻松自在, 情感干净而纯粹, 真正层次高的女人, 一定是情感干净的女人, 她们的感情纯粹, 异性关系简单, 永远用情专一, 这种女人, 对爱情和婚姻特别认真, 能一直坚守忠诚, 绝不会有一次外心, 她们跟男人交往, 非常谨慎, 但凡发现男人不值得, 便会拒绝, 绝不会贸然投入其中, 真正高级的女人, 从来都不会在背后说三道四, 即使她知道有些事是真的, 她也闭口不谈, 在层次高的女人看来, 背后论人是非是小人的做派, 既不尊重人, 也容易给自己招来祸患, 层次高的女人对谁都很尊重, 层次高的女人也很懂得保护自己, 所以不管在什么场合, 她都不会在背后说三道四, 安静, 女人的一生中修养很重要, 你是什么修养, 就是什么人生, 你的人生是什么样的, 你的未来就是什么样的, 所以这一生中, 你要学会磨练自己, 让自己更有修养, 而那些有修养的女人, 其实层次都很高, 这样的女人在人群中是佼佼者, 在人群中看一眼就觉得与众不同, 这样的女人很优秀, 这样的女人也很厉害, 本以为这样厉害的女人都是众人为观的焦点,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, 这样的女人很低调, 她们不会显露自己的厉害, 也不会显露自己的与众不同, 在人群中是很安静的一个人, 而这样的女人, 你看不出来, 但其实她们的层次很高, 不管是说话或者是做事, 她们的层次都是不同的, 宽容度, 水平较高的人一般都比较宽容, 当然, 这里所说的宽容, 不仅是对别人的宽容, 也是对自己的宽容, 首先, 从别人的角度来看, 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存在绝对完美的人, 我们认识的人和我们结交层次高的女人, 不会因为金钱而迷失自我, 她们知道钱可以买来物质, 但买不来快乐和幸福, 她们在对待钱的问题上, 非常理性和清醒, 她们不会因为钱而去讨好别人, 也不会因为钱而失去自我, 这样的女人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 也很清楚自己该如何去生活, 她们对金钱有着明确的规划和追求, 但是并不会让自己成为金钱的奴隶, 因为她们知道, 钱是为人服务的, 而不是让人服务于钱的, 层次高的女人, 会让自己活得很纯粹和干净, 也会让自己活得很自在和舒服, 她们会始终保持初心, 一直往前走, 有原则和主见, 舒本华说过, 说我爱你的人一定先有一个完整的我字, 倘若没有我字, 我爱你也就不存在, 一段感情一定是两个拥有平等人格的人走到一起, 共同奔向甜蜜的爱情, 爱人的前提一定是先学会自爱, 爱情才成立, 倘若只是一个人的衣服, 倘若需要一个人完全放低自我去迁就对方, 在这段感情里一直都在委曲求全, 那么从一开始这段感情就已经出现了问题, 最后分道扬镳也只是时间问题, 有很多女生在爱情里完全把自我丢了, 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, 生活完全就是围着男人在转, 完全失去了应该有的主见, 甚至为了让她开心, 为了保全这段关系, 一直都在牺牲掉自己的利益去成全对方, 女人的这一生非常漫长, 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, 或者是处于什么境地, 都不要忘记养成良好的习惯, 因为良好的习惯是帮助你与其他女人拉开层次差距的力气, 所以说一定要养成冷静, 遇到苦难不会慌乱的习惯, 以及待人接物一定要谦虚, 不能骄傲自大的习惯, 还有就是清理社交圈的习惯, 舍弃无效社交圈, 留出更多时间让自己思考人生, 当然还有很多好习惯需要养成, 不过只要这些习惯做好了, 这个女人的层次一定会很高, 请不吝点赞,